1號 要是你不小心跟好兄弟好姐妹的 女朋友或男朋友上網了 你會向你的好兄弟或好姐妹坦誠嗎 這個心態很複雜 因為你都已經決定跟他上網 代表你的心態是不健康的 那如果你是不健康的話 那就不需要跟他坦誠 所以其實他注定就是一個扭曲的問題 我會坦誠 我做錯了 你要怎麼解釋 說對不起我沒有控制住我自己 然後我跟10人得上床了 然後看現在狀態是怎麼辦 分手 那就分了 如果要賠錢那就賠錢 沒辦法啊 因為做錯了就認啊 可是你有想過那個不會被發現的機率嗎 我不行欸 我還是會過不去 他跟你是相反的感情結批 我會選擇坦誠一切 因為做錯了就認了 這題問甜就問錯 因為他是不會做這種事情的 像我的話我就覺得就是 這一題注定一開始是不健康的問題 我也是不坦誠 坦誠沒有意義啊 除非被發現我就不得不坦誠 要嘛你就不要做 過了就不要被發現 就跟作弊一樣 真的啊 我看過超多男生劈腿 可是你好像感覺就是不會啊 我都已經長這樣還可以劈腿啊 我已經長這樣更好屁啊 我長這樣更好屁啊 我還好清楚 勇敢大師 13 如果你的交往對象一切都很完美 但是只有一個缺點就是不能上床 那你會分手嗎 會啊 愛情裡面有一部分就是性嗎 對沒錯 你不能跟我心裡跟你在一起 然後我身體跟別人把你都能接受嗎 不可以 性引力就是愛的基礎 對 愛到一定階段你就要把愛 double 就要愛愛 對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加分 我有聽說過一個說法 如果你跟另外一半很適合 或是你們就是生活很協調的時候 性是占百分之二十 就是很不協調的話 性就是占百分之二十 就是很不協調的話 那沒關係就必須用那個來綁住 對 我有聽過這個說法啊 我是不知道 那我想再多問一個 就是本來可以做 後來發生事情 所以後來不能做 那會分手嗎 什麼事情 不一定啊 車禍 對 車禍有可能 就這樣把拉子弄光 那可以問是什麼事情嗎 就車禍啊 車禍好像沒辦法離開 以道德觀來看 其實沒有道德觀 其實 如果是被強暴了耶 就是 你一定一般被強暴過 然後他從自己 然後對這件事情 但是我有看過 一個外國電影 他講另外一般有的癌症 就他從頭到尾一直跟他 一起度過這個難關 所以一直吵架 然後他們也很相愛 說結局是 他抗愛成功 也分手 我覺得其實 可能 這個只是理想中 我會覺得說 可以 但其實你們可能還是做不到 太多相處的東西 如果沒有這種 會被磨合到沒有 完全消失不見 但是你可以陪他度過這件事情 我看那部電影就是這樣 他們最後變好朋友 大家沒辦法在一起 那萬一另外一半之後的長相 變得沒有信息引力了 就是你無法跟他做 那是不是就是也是應該會分手 我自己是覺得好像可以經營一下 就是例如 角色扮演之類的 對 我覺得好像就是去 我對我偷情好了 就帶老婆去偷情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火花的 就是他當和尚 這個時候你就不會分手 沒有任何信息引力 那我覺得可能還是會 除非是柏拉圖是愛情 但好像沒有什麼人做到 柏拉圖做到 那就是可能 十八 如果某一天你發現對方 跟其他人的曖昧簡訊 定從簡訊當中發現那兩個人 常常甜言蜜語 但尚未上床 你會和他分手嗎 我覺得尚未上太好猜了 為什麼 你一定是會的 因為你有感情潔癖在 天天也有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情潔癖 做得好像你很沒有潔癖 我也有 只是說我猜到你的感情潔癖而已 太好猜了 太好猜了 我不會啦 我會先看一下女方的態度 跟心態 啊... 怎麼樣 太...太羞傷了吧 沒有啊 那就... 好啦...不要喘 可是...心態不對 你應該要道歉吧 不要喘了好不好 太過了啦 看看他的心態 如果他是要曖昧的狀態 那我覺得可能心智能力量偏低 他沒有想要經營我這段感情 以後可能會再為了這種事情 吵了兩三次 那乾脆分手好了 那如果... 他只是意識 他不知道他這樣做 對我們這段感情是不健康的 那如果跟他溝通過後 他覺得這樣不好 如果他可以修正 然後我們也會再觀察一下 不然就是... 他女人都沒上床了 都只是曖昧 就...我心裡變態 你能不能健康一點點 就...運動嘛 去游泳 打個電動 那不然這樣子啊 談個條件吧 被發現說一個禮拜就是... 曖昧兩次了 然後變一次 可以嗎 你有修正 我也接受 一樣留下查看 來 對 別說好了 不要說曖昧的成績 你在做什麼啊 那你是會啊 因為只是還沒上床吧 我覺得以薰君看透人的本質 就是信心引力 他看透 你可以不要把我跟佛羅伊德講的一樣 我覺得有點不爽 那你真的打叉是不是 我打叉我其實跟鐵牛一樣 真的假的啊 你們的包容度好超高耶 我包容度算滿高的 我包容度算滿高的 什麼原因你們能接受啊 如果說我們可以 因為這個挫折 然後改變 然後走到最後的話 那我覺得是可以 那我這樣就想問了 那萬一 他一樣是這個理由喔 但是已經上床了 能接受嗎? 上床就不行啊 為什麼這樣就不行 這時候就不聽理由了 因為上床 你行為已經做了啊 你怎麼凹都沒有用 他剛剛搞暧昧不也是做了嗎 搞暧昧還沒做啊 那如果你 我可以耶 你一樣是可以 所以你的答案一樣 哇好我不知道說什麼 歡迎來到真世界 我不知道受虐型的 你是M 耶 因為我會觀察他現在講話 所以只要心態對 他都可以P 一次P10個也OK 心態對就可以 好 對 這個我認同 我不行 對 心態對就可以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華生的相處 是愛全部 對我來說是E和0 因為我覺得感情沒有存在 灰色度 那就是女生一直想要那種E啊 那對我來說 這中間可能是一個修行 或是一種挫折 所以你是 就算女朋友出軌 你也能原諒的人 可以 因為他只是不小心而已啊 如果是長期當然是不行啊 來 一起來 3 如果今天在彼此都是單身的情況下 完爆 前任相遇的話 會想要複合嗎 好難喔 我送你一個Fortune好不好 我也是問號 你也是問號對不對 我就有這個經歷過 因為我 我現在結婚了嘛 我之前前女友 分手了 過了一年多 然後有重新見到 因為我也沒有女朋友 然後那時候看到 哇 你知道心裡面會有一個是 當時所有的東西 好像就擺在眼前 你只要一說就有 的那種感覺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猶豫說 有沒有要吃回頭草 這種東西 中間我就想到 分手的點就是不好的嘛 那如果這個東西又回來怎麼辦 然後我就開始在觀察 我覺得一段感情結束 我會變 我會想要把我不好的東西修正 可是我不知道對方會不會 如果他會可以 如果他不會那不行 然後後來就是沒有了 果然人就是一樣 我覺得不會 因為當時我會分手 一定是因為 有什麼很嚴重的問題出現了 我何必又再來一次了 如果他改變了呢 我覺得很難改變耶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 為什麼會打問號人 人雖然說很難改變 但是人一旦改變 就是真的改變 像我這六年的感情 就是有很大的體驗 我覺得人要改變 都要受到一個很大的衝動 對 玩卡不可能天生下來就玩卡 就一聲響我要玩爆 所以我女人不可能 他一定是受到什麼衝擊 內心才說 竟然這樣對我 我就這樣對大家 所以我覺得 要再改懷也是可以 就是受到一個衝擊 那是未來你們的女兒 愛上個浪子 嘿 然後他這時候跟你說 沒有啦爸爸 以前他跟那個什麼什麼 可是他現在很專情的 你們信嗎 兩個學長 第一個是先去把那男生腿打斷 對 我們先去幫他定一下輪子 對 讓他知道 父親的威能在哪裡 如果真的愛上 我其實這個問題我也跟老婆討論過 我們會讓他去 你就去外面受傷他 就去啊 就沒辦法 我也是跟田牛一樣 因為我覺得 這個修行在個人 感情體物要自己去修行 我們頂多活到80歲就走了 那剩下就是你 你喜歡挑浪子 那很多不好的例子在那裡 我有看過兩個浪子在一起 然後後來結果還不錯 後來在一起 我安全可以對對方談成說 他們曾經愛玩爆的什麼程度 那你們會說 規定說女兒幾歲 開始才可以談談嗎 其實OK 我都想過說 如果他未婚 然後懷孕 我會坦白說我不想要 然後你就問看看 副嫁有沒有要 然後你有沒有想要 因為我覺得全摺權都在你 如果你的生活 就因為這個孩子而墮落 那你可能要想辦法走出來 沒有道理我要幫你背過 我只能幫你背一半而已 真正生的是你 我還是會背一半喔 對 因為是父親沒辦法 背一半 那一半是英靈是不是 我早算 你覺得性行為也都可以 你覺得性行為 我覺得那個 性器官要完成 提早開發健康教育這件事情 定幾歲這件事情 它沒有真正的意義 如果我生女人 以後一回到家 我就開他房門 就聞有沒有那種廢落文味道 沒有 然後我就走了 就一直聞 一直聞 欸欸味道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男女歧視的比例很大 如果是就是兒子的話 就會說欸怎麼樣 搞過幾個女人啊 那女兒的話就是說 不能做這種事情 換成男生的話我們就不會這樣想 但是換成女生的話 然後是因為她會懷孕 所以只要不懷孕 所以只要不懷孕 就是女兒可以有很多個男朋友 對 可以 一樣可以把男生咬斷 那這個就是今天的那個問答 其實 嚇一跳欸 嚇一跳 我沒有想到有幾個問題是 我覺得不OK 然後你們反而沒有意見 應該是我們兩個感情觀 比較跟普世價值不一樣 因為我們自己有在 有吞過一些東西 然後修煉過 然後我們會站在女生的立場去想 鐵牛本來就是很奇怪的人 然後我也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那我也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的話 麻煩幫我們訂閱一下分享喔 那我是卓宇萱Jesse 我們是玩game 我們是玩game 我鐵牛 謝謝謝謝 掰掰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到我的粉專按讚 或者是來追蹤我的YouTube 如果你還需要更多的戀愛資訊 那別忘了來訂閱我的Press Play喔 我是乙萱 掰掰